小小蜜,我們今天要講什麼故事啊 喔~~ 颱風來的那一天 喔~~ 風吹得好大喔,颱風來了 你還沒有經歷過颱風欸 我們這次回台灣沒有遇到颱風 因為是冬天 颱風來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來看看 颱風來的那一天 台灣會有很多颱風 很可怕 小蛇啦啦住在果園裡 蛇會咬人 兔子們一看到牠就跳得遠遠的 喔,蛇會偷蛋 母雞們一看到牠就用尖嘴啄牠 哎呦,蛇很壞啊 青蛙們一看到牠就不停地發出噓聲 哼哼,大家都不喜歡我 小蛇啦啦扭過頭去 牠藏在草叢裡 只要有人經過 就跳出來張口嚇人 露出尖牙和長蛇 真的是好可怕 呃,有蛇啊 大家驚叫著跑開了 小蛇啦啦很得意也很傷心 因為沒有人了解牠 牠是一隻沒有毒的小蛇 而且只吃果子 不吃蛋 所以牠其實根本很無害 牠吃素耶 這幾天天氣怪怪的 天色很藍 白雲長得鬍鬚 好像一大片一大片的羽毛毯子 而且每到傍晚 整片天空就變得紅紅的 哇,這種天空呢 感覺上好像就是有暴風雨要來的 今天一早更奇怪了 風一陣一陣的吹 偶爾還下起大雨 這時一隻烏鴉匆匆飛過 大叫著 啊啊啊 颱風快來了 颱風快來了 原來啊 候鳥氣候氣象局發佈了緊急消息 有個強烈颱風要來 呼籲所有的候鳥暫停起飛 其他動物呢 要加緊防備 這就是那個候鳥氣象台了 主播在播爆氣象 糟糕颱風來了 該做什麼準備呢 動物們聽到消息通通忙碌起來 颱風會帶來大風大雨 摧毀果園菜園 有時還會把房子摧倒呢 雞棚緊急走動員 大雞小雞一起修補破損的屋頂 盯緊門窗 所以呢 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自己的家園修整好 不然等一下風一吹來就吹垮了 住在山洞裡的兔子們不擔心房子 只擔心肚子 牠們採了許多包心菜和胡蘿蔔 免得颱風天找不到東西吃 所以儲存糧食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喔 青蛙們忙著用葉子搭小船 上次颱風來的時候啊 大雨一直下一直下 小溪的水高漲 許多青蛙被大水沖走 到今天還沒有回來呢 喔 所以牠們要準備一些逃生的工具 對不對 天空雲層越變越厚 越來越低 風雨也漸漸變大 動物們通通躲進窩裡 小蛇拉拉卻一點也不在意 牠爬進大樹的樹洞中 盤起身子呼嚕呼嚕打起盾 颱風天睡覺最舒服囉 所以小蛇拉拉為什麼不怕颱風啊 呼呼呼呼 哇哇哇風好大 雨也好大喔 猛烈的吹打著大樹 整片樹林劇烈的搖晃 颱風來的時候真的很恐怖喔 小蛇拉拉睡得正熟 忽然一陣慌慌的叫聲從樹梢上船來 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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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嘰 小蛇拉拉探出頭 原來啊樹枝上有個鳥窩 被風吹得快要掉下來了 鳥爸爸和鳥媽媽大聲呼叫 救命啊救命啊 我們的蛋寶寶還在裡面啊 糟糕 小蛇拉拉匆匆的往上爬 雨呢像小石子一樣打在她的身上 風像針一樣劃過去 小蛇拉拉爬上樹枝 用長長的身體捲住鳥巢 牢牢的攀在樹枝上 熬了一整夜 風雨越來越小了 終於停了下來 天空變得好藍好藍 果園裡的樹東倒西歪 只有小蛇拉拉緊緊抓住的樹枝完好無事 小蛇拉拉鬆開身子 轉頭離去 謝謝謝謝 鳥爸爸和鳥媽媽大聲地向她道謝 小蛇拉拉聽了 臉紅得像草莓一樣喔 在暴風雨過後天氣就會很晴啦 小蛇拉拉做了一件好事耶 這時 巢裡忽然發出咔滋咔滋的聲音 小蛇拉拉好奇地回過頭 原來啊小小鳥從蛋殼裡轉出來了 一隻一隻張大隻嘴 好可愛喔 小蛇拉拉自願要當小小鳥的保母 所以這隻小蛇真的跟其他的蛇不一樣 牠不會吃那個鳥的蛋 也不會攻擊小鳥喔 他要照顧牠們 牠的花樣可多了 一會兒把自己掛在樹上 讓小小鳥擋鞦韆 一會兒把身體捶下來 讓小小鳥溜滑梯 小小鳥好開心喔 小蛇拉拉也好開心 喔 所以這就是 跟颱風有關係的故事 颱風來的時候我們都要做好準備 綁台準備 很好玩喔 很好玩對不對 然後這邊有故事的賞吸 其實小蛇拉拉是一隻好蛇 人家都誤會牠了 所以我們看人不能只看外表 對不對 好 這邊還有一些活動 颱風來了 兔子們在山洞裡藏了好多胡蘿蔔和包心菜喔 找一找 如果你是兔子 你還想要準備哪些防台食物呢 請在空白處剪貼圖片或是畫出來 所以我們 這不是迷宮 這是我們到時候可以找一些 蔬菜水果可以把它貼上去 小兔子可以吃 然後這裡有一個 颱風吹的耳歌 然後呢 你會不會唸 颱風吹的耳歌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唸 颱風吹 大颱風 呼呼吹 樹葉雨點滿天飛 路上到處淹大水 大颱風 咻咻吹 大樹招牌倒成堆 貓咪嚇得張大嘴 還蠻押韻的 對 然後你可以把颱風的景象畫出來 希望 我們不要遇到颱風啦 然後呢 如果你是拉拉小保姆 除了盪鞦韆丟滑梯 你還會把自己變成什麼 我要讓小鳥開心喔 可以把它剪貼下來 好 這本就是颱風來的那一天 這本書是小P姐姐的書耶 上面還有貼他的名字 對不對 好 謝謝小P姐姐他們把書送給我們 李恩 再見 李恩